词词词 词词 对了 我忘了一件事 洛杉先生 你是不是先兑现你对我的承诺 否则 我不会先这个普通协议 谁知道你会不会反馈 什么承诺 快点 要不然我不会签这个鞋 既然你是替他出了头 你就要出头到底 到底是什么承诺啊 没事 当然 他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受伤害的还是他 你大可以反了 你就是个大骗子 别启动 我们正欺负了人家的吗 田小姐 请注意您的言行 不然琼斯先生可以选择去告你 好了 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可恐吓的 不就是关闭画廊吗 关了 电脑接一下 停 关画廊 想好了搞笑 好 perdone 发送啊 我要签合约 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要我告诉我爸 我比他能干 我比他能把他赚钱 我赢一局 跟你要行的那个人 不在 还有呢 还有呢 苏三 刚才我在网络发布了画廊的消息 无限期的挺够 包括你的工资薪水 我会再打给你 下来再给你解释 是 这样可以了吧 陈小姐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见过的最短位的合同 好 好 对 早这样不就好吗 但是 你不认为我们完成了开门 我认为你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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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的 老人先生片局 你才是个片子 你就是个大片子 不管怎么说 我还希望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的 但是你太简单了 你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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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赢得不过赢了 我这赢得不过赢了 对 我就是神经病 所以我打死你这大片子 我不再负责的 宇佩 宇佩 别拦我 你如果不停 我会叫警察 我会告诉老人 好的 KP的先生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请你离开这里吧 她只是个姑娘 Lawrence先生 你这是做了商人 你还想做什么商人 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走吧 你怎么了 高雄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老毛病 坐一会儿 老毛病 老毛病 回来了 这 这 这怎么了 没事 没事 突然难受 高兴啊 你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怎么了 就突然难受了 是不是胃病犯了 老毛病 什么没事 你刚站到站不稳了 还没事没事的 肯定是胃病犯了 刘阿姨是吧 有热水吗 带我去给她倒杯热水 有有有 高兴啊我去把晚饭给你拿来 吃了以后可能就会好一点了 来来来来 你帮照顾一下啊 好的 刘阿姨 跟你说啊 这小丫头还挺热心的啊 高兴啊 你说你之前 发生那么多事 你里里外外的忙着 这 这国内国外的跑 我就怕你出点什么问题啊 你什么马虎炮 你先别管什么马不马虎炮 事已至此 你就得学会接受 最成功的人啊 这不是打败别人的人 而是接受自己失败的人 所以说你要接受 这碗鸡汤 今天你必须要喝下去 振作起来 有那句话呀 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 就为你打开另外一扇更大的门 你不会是商场失业 情统人吧 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好好好 来来来 我问一会儿 来来来 姑娘 这有热水 你帮我倒一杯好吧 我去给她拿碗饭 好 我来 这什么呀 她都吃这个呀 她每天都吃这个 还要一杯苦咖啡 这么冷冰冰的东西 她胃本来就不好 吃进去肯定会不舒服呀 还喝苦咖啡 太不会保养自己了吧 她都是这么吃的呀 刘阿姨 你会做粥吗 什么粥啊 就是那种 什么干贝啊 肉末啊 都混在一起的那种粥 干 干 干贝 什么 什么干贝 算了算了 跟你说 这样吧 我叫个人来 山枝乌鸣菜谱 红烧肉 喂 喂 大姐 我田雨薇 找你干嘛 我现在有急事找你 你能不能赶紧过来一趟 再做一次那天那个粥 不跟你说了 我先把地址发给你 赶紧过来啊 现在孩子都这样吗 五年一个带狗 这差得也太大 多喝点啊 我去开门 好点没啊 杨大姐 你可算来了 我不用客气 快快快来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来了 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我才不来呢 我请你来了我 我还不想来呢 行行行行 快过来吧 你这个装得很到位啊你啊 你看啊 刘阿姨说 高兴她平时就吃这种东西 那哪行啊 一点人间烟火器都没有 你看把她吃的 瘦记麻干的 来 我还跟以前一样挑食 我想起来 你上次给我做的那个粥 特别好喝 今天还给她做那个吧 你 你怎么这么关心她 我 我 我害得人家把画廊都给关了 人家一句怨言都没有 她 她把画廊关了 你说像她这么暖心的大叔 是不是得人见人爱呀 粥好啦 可吃吧 嗯 行 还不错 以后就你给我做了 你这么挑食 谁给你这样的小孩做饭 哎 大姐 这粥怎么跟你上次给我做的不一样啊 那 那个 也好吃的 也好吃的 尝尝吧 嗯 嗯 嗯 那个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 心情不好更要吃饱一点 赶紧吃吧 大姐 劝人不能这么硬邦邦的 我来 大叔 我已经帮你尝好温度了 我自己 可以吃了 我我我我我我自己来吧 张嘴 大叔 我知道你对吃得特别挑剔 这我特别能理解 对啊 但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已经吃过了 你就放心吃吧啊 嗯 真乖 大叔好乖哦 再来一个 你啊 真是太挑食 但是 他别的啊 都没有这么讲究 你有病吧 你懂什么呀 我大叔虽然低调 但是品味独特 你懂吗你 那衣服是拿来穿的 运动休闲 也是当下的世界潮流 所以啊 大叔 你看你 这么的低调 而且这次为了我 连画廊都关了 这么大的牺牲 所以我伺候你是应该的 张嘴 不不不 要不然我自己来吧 不行 你天我生病的时候 我妈都是这么伺候我的 所以我现在伺候你 真的是应该的 快张嘴吃啊 嗯 真好 好吃吧 嗯 再来一口 都 多大海挺好吃 去 吃个饭还要人喂 撑死 你这是和谁说话呢 我没有啊 我自己跟自己说话呢 想要知道她的事情 你就直接问 你玩得这么深沉 谁会告诉你呢 我 你看人家 你看人那丫头 简单粗暴直接 省时又省力 谁想知道她的事了 我才不想知道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 都到你了啊 你们分开 也有十多年了吧 她后来的事情 你都知道吗 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去世了 后来她和她爸的关系呢 越来越糟糕了 后来呢 她就去了国外读书 读书这四年呢 她靠卖自己的花儿为生 她自己认为她自立了 可是在毕业的时候 她才知道 这四年她只有一个卖家 就是她爸 庚叔叔 她生了场病 生病的时候 只能吃面包 还有盐水煮的蔬菜 等病好了以后 她化也化不了了 但是挑食的毛病呢 也越来越严重 心理医生说她这叫 叫心理上 选择性饮食障碍 就是重口味的东西 和她觉得不安全的 根本就吃不了 你还记得你在她家做饭的时候 你正好做了 她特别反感的那个山猪名菜 还有她连见都不能见的 那个腊肉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你想想她小的时候食物中毒 是不是就因为腊肉引起的 你在她家住了那么多年 你什么时候见过腊肉啊 所以说呢 她是真的不喜欢 绝对不是在捉弄你 那你先忙着 你离开这么久了 回山之屋小楼看看 城市改造力度有多大 以前连小楼带门口都是大排道 现在这一片全部都整改了 说要还原法式建筑群的原貌 现在山之屋小楼就是公司的办公总部 餐厅早就搬到闹市区了 来 咱们这不族 打算吧 非常好 像没太多 любовier 就是把咱们在医咕揄 hacer 必须的每日备照 吗 そのést 有些什么穀 你想吗 对 早 高老板 十令出赛再炒一个 李俊连 让何无尊再炒一个卵豆苗 好的 高大哥 老何 你还亲自来看我 真是有心了 老高说没就没了 咱们这岁数都脆弱得很 保重了 来 老何 现在高雅有方山三十的股份 你也有三十的股份 你们两个股份是相当的 你可要多多帮助高雅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让我帮他呀 是 是 方山集团当年是老高发起的 但是咱们大家一起打拼哪 方山还能看成是高家王朝吗 我是何董事 不是何公公 老何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方山集团本来就是高家的 难道不成你这股东还想 母朝算位吗 本来就是高家 凭什么 你以为还是多年前的 那个家族小饭馆吗 方山集团 现在实行的是集团化管理 糊涂你就是 当年老高有能力大家拥护他 但单凭他性高能走到今天吗 一个山之物的小事 姐弟俩都拿不出任何决定 能服着众人的心吗 老何 你听我说 给孩子们点时间 从高山山集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无论现在这两个孩子能力足不足 你都要尽力把他们服起来 做人啊 可是要讲良心的 听见了吗 良心都让我讲良心 良心有什么用啊 良心能让这三千多号人的大企业 撑着走到今天 行吗 不是 老何 你 老大神真的走了 是赚够了 退休了吧 我还在想啊 早他带领我的画呢 他敢啥亏心事了吧 老大神先生就是个神话 总有破灭的时候 来吧 善后的工作怎么样了 算是处理完了 该赔偿的我也赔偿了 苏珊也跑到皮特那儿去了 你说网络世界真的可怕 那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一直在跟我评论 现在罗伦斯还多了一条嘴皮 叫不负责任 人设已经崩塌了 再也无法挽回了 不过说到底也是我的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跟人玩虚的 最后得到的也是虚的 叫不虚 不是 高兴 既然你决定了 你就坚持下去 这是山之屋的第二次创业 也是你的第二次创业 我连第一次创业都没创好 还创什么第二次创业 你看 你比这里面的人 是不是强太多了 虽然你咱们的那目标 就差了呢 丢丢 咱们的数额还能撑多久 差不多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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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给我一年时间 我就回山之屋去 我去完成我爸给我的挑战 咱们的资助计划不能停下来 对呀 咱们还年轻 咱们还有时间 咱们可以冲头再来 对呀 冲头再来 干杯 干杯 对了 上次我开画展的时候 那个大吵大吵杜莎 她到处跟着说她欺负那女孩 丢了工作 那个女的 我也是跟你一起合作的杨晓楼啊 说起这件事情来 我也有责任 这个杜莎莎 真的太不好得罪了 她什么都说 还说那个女的没钱 欠了一屁股债 欠了一屁股债 对呀 我只知道 她生悟得挺艰辛的 没想到还欠了一屁股债 怪不得之前那么精神 原来是为了赌追债啊 那个既然你们要合作 你是不是要帮帮她 甭 但是人家也得接受啊 你可不知道那女孩 绝得很 高兴 我告诉你啊 四床民宅是犯法的 人家可以抱紧抓我们 我们这个行为 人家可以跟我们道歉 你想想想 我今天来教宗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为什么欠债 到底有没有要债的人来追她 那我们的行为也是道歉未遂 一样是犯法的 别说那么多了 走了走了走了 高兴 我郑重地告诉你 我独方其实是一名律师 我不可能执法犯法 而且我也不可能做如你犯法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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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整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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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高一点 看来 什么意思 小杨啊 小杨 小杨 你听我解释啊 这又是一个大大的误会 那个 我们不是进来干坏事的 我 你看 你家院子里也没丢什么东西吗 好 东西还在 就是碎了 其实我们进来是来找你的 那敲半天门呢 没人开 我们就想着翻墙头看看什么情况 这不就 是吧 之前的误会才刚刚解释清楚 现在你们又来闹新的误会 你们这算什么 私闯民宅 现在证据确凿 不解释清楚的话 我现在就抱歉了 别别别 这么点事咱就不麻烦警察叔叔了 你消消气 那 那 你看 那个 墙头也不是我扒的 那个大菜缸也不是我弄碎的呀 甩锅是不是 我说吧 你之前啊 做了一顿粥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 我是来感谢你的 这就是感谢 感谢之中出现了点意外 这个意外 你别说话了 杨小时候 我问你 你是不是最近在钱上特别困难 谁跟你说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想要受到别人的帮助 就不要紧备心那么强 我看起来这么像坏人吗 还有 咱马上就要做同事了 能不能缓和一下关系啊 是 我现在是需要一笔钱 我舅舅到上海来跟我说 舅妈住院了 你舅舅那属于远房亲戚了 有必要这样吗 亲不亲不是血缘决定的 我和爷爷最困难的时候 是舅舅负担了我们的生活费 和医疗费 如果不是舅舅 爷爷那一年会很痛苦的 我也上不了大学 有几年 舅舅的五金小生意做得还不错 可是后来 大家都习惯在网上买东西 他的观念没转换过来 生意也黄了 他一个人在小县城里面 给我们寄钱 太不容易了 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意 我不帮他 我还是人吗 你舅舅 听起来人还不错 他只是我妈妈的表弟 跟爷爷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他却能这么帮我吗 在我心里 他就是我最亲的亲人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有办法了 有办法了 什么 把你的股权抵押给我 不行 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你把股权抵押给我 我解决你的燃眉之气 山珠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 必须要做大的整改 其他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管 我是穷 但还没穷到要抵押爸妈股份的地步 抵押股份换去现金流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你稍微动动脑子 好好想想行不行 你是商人 我是厨师 我们本来就转不到一条道上 再说了 你刚刚也说了 山珠需要整改 我现在把股份给你 那万一到时候 你提出来的整改方案 我不同意 那我连提出质疑的权利都没有啊 晓杨 不 你很有股东权利意识啊 这这这 你站在哪一边的你 听我说完呐 不是 晓杨 要求参与整改 我觉得那是好事啊 对不对 你现在不正好 也在为这个事发愁吗 人家好歹是专业人士 你需要人家的 反正山珠屋 是我爸妈留下来的 我必须要保护好她 听完了 请别 不送 走走走 再见啊 好心当人驴缸费 你怎么付一样费啊 再见 晚安 你说咱俩这一半啊 还差点让人报了警 你别说 让这小杨参加整改啊 我认为绝对是对的 你等会儿 来来来 你跟我交代个实点 什么实点啊 你是不是还惦记人家呢 胡说 不说实话是吧 我告诉你啊 你第一次 让我打听她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你还惦记着她 你不但惦记着她的饭 还惦记着她的人 要不你干嘛这么伤心啊 又是盯烧 又是打听的 人家根本就不理你情 而是你呢 也没有一点不耐烦 你说你是不还惦记人家 人家现在出现了问题 而且工作也被我给你丢了 这是不是我有责任 我要不是应该帮你来一下 我跟你打赌啊 你俩缘分未尽 而且还能再续前一段 不过啊 你俩呢 现在区别挺大的 我劝你一句啊 你要不想跟人家开发结果 你就千万别糟蹋 像她这样的女孩啊 表面上看着挺坚强的 一旦走了心 可就放不下了 你到底是律师 还是媒婆啊 不行 走着瞧 集团交代过 今天山之屋的新股东要来上班 没想到杨小姐这么年轻啊 以后还要劳烦你们多多关照了 请问杨小姐 之前在哪家餐厅高就啊 我是天使私厨的 私厨 天使私厨 就是那个专门帮人请私厨 上门做饭的服务号 最近特别火 没错 我就是那儿的厨师 孟美 你们说啊 天使之厨 其实说的就是我 是你 网传天使之厨厨艺出身肉化 他做的菜 能让看到的人感动 吃到的人流泪 幸福的相助和吃飞机啊 原公司的宣传词 夸张了那么一点点 要是这么说的话 你会带一大批粉丝来山之屋 这么说山之屋也就不需要再关人 因为你带一大批粉丝过来 网上那些华众取手的东西你也相信啊 我看水分百分之九十 做私人宴会和做后厨能一样吗 这天高低后 就是另外一大批粉丝 身边的 引ո 您真不知道吗 山之屋现在正在做结业清算 还有一个月 我们就要关张了 关张 胡啊 胡 你说咱们公司这任务也太随便了吧 不是 真的快结业了还进得什么人呢 就是 听说这个杨总就是那个神秘股东 那就是说 你是个富二代呀 就他 可他怎么看都不像个有钱人 挺取无算的 而且你说这有钱人 谁到咱们这儿来上班呀 就是啊 那他应该知道我们要停业了呀 那怎么还 那到底我们停不停 嘘 听到 胡姐 那是不是餐厅就不关门了 那我们财务也就不用那么着急做清算了吧 李经理 你刚好来了 你 你得给他说说 李经理 你是行政经理 您跟我们大伙说一说 这到底什么情况嘛 没什么可说明的 我也不明白 脑子乱着呢 你不能乱呢你 你是经理 你怎么能乱呀 你得拿个主意呀 我觉得吧 这就是租 现在到处都是二代接班 没几个靠谱的 尤其咱们这公司的情况 现在大家都看着呢 过几天觉得没意思 自己也就走了 雅小姐 这是你办公桌 我先出去了 谢谢 好巧啊 第一天上班我也第一天 要不要喝点咖啡 要不要喝点咖啡 正找你呢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不都跟你说了吗 是你自己顽固不化 没跟你说这个 山之屋也是经营了几十年的金牌餐厅了 开得好好的 怎么就经营不善啊 还要观赞啊 我的大姐呀 你是从哪儿看出来山之屋开得好好的 我 你是去过餐厅还是跟主厨聊过 你有看过翻材率和营业额吗 换句简单的 你有去网上看过评价吗 我 我呢 所以啊 不要用你的主观意识来判断 曾经火过的餐厅就永远不会倒闭 好吗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冷血无情啊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提高一下菜品质量 搞搞宣传 做做优惠 总不至于到结业的地步吧 你不想让他结业 不想让他关张 那是因为你自己想做厨师吧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你让所有的人都泡着时间 耗着金钱陪你玩 陪你完成你的一己私欲啊 钱钱钱 你说什么都是钱 我告诉你 这是你爸留给你的餐厅 你有义务把它经营下去 不就是一家餐厅吗 经营得不好就要结业 再说了 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适者生存 弱者淘汰 还有 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 乱七八糟的传承了 那就要说得好听 说得不好听点 那就叫保守 就叫固执 好了 你在这边 和文芝士一样的工作 跟我做一家办公室 冷库无解 无理取闹 我告诉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怕你做不过你办 我不同意关张 听得没有 什么人 人 我告诉你 你怎么办公室 我告诉你 你好 我告诉你 你怎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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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不惨的 外婆 哦 红烧肉 来 写字 爸爸 我也要写 好的 我们的美梦 只剩下满地的碎片 在闪烁 店长 你们这红烧肉太瘦了 吃到嘴里全是肉渣子呀 我们山珠的红烧肉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上海人不爱吃太肥的 哎 不对呀 你看看这红烧肉 明明就是不新鲜嘛 凍很久了吧 还有啊 这个鱼也不新鲜啊 我们大城市的鱼啊肉啊 那都是要进冰箱的 不像些小地方先吃现在的 那不就成农家菜了嘛 大姐 我们可是慕名而来的 你们这样的菜品 太让我们失望了 我们的菜品呢 都是严格按照要求来做的 三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人说有问题呀 祝两位用餐愉快 嗯 不是 哎 你什么意思啊 你回来 哎 什么态度啊你 这什么态度啊 真是 气死我了 哎 行不行 算了 不行不行 给他们差评 没想到来上海第一顿饭 就这么难吃啊 什么东西这么难吃 不然 这什么呀 真难吃这东西啊 就吃名气的吧这家店 哎 就是你这要来 下次再也不来了 这种餐厅这么贵 一点都不好吃 这东西什么玩意儿 我给差评 宣传部今天的舆情报告 山之屋一共收到了三十八个差评 和二十五个投诉 其中有四个投诉是一个人连发的 他投诉的是店长的服务态度 都知道要结业了 人心浮动 可是尽管如此 如果这么快地把他结业了 会不会有点太绝情了 你可是酒精沙场的老手 向来趋利避害沙发决断 居然能从你嘴里听到绝情这个词 山之屋和其他餐厅不同 它是方山的起源 很多人对他的感情是很深的 而这种感情会直接影响到 他们对你的好感度 你刚刚上任戴董事长 这种好感度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觉得 比起餐厅的严格来说 这是大事 那分子料理项目 这么晚了还得要工作 姐啊 你现在管得真严啊 我进来都会把他拦着 要不然还进不来 不耍个大牌是不是 你也得守规矩 守 你们先聊 我出去了 一起吃饭啊 改天再约吧 我是不是到二总你们了 没事约人家吃什么饭 找我有事 有关山之屋的吧 我姐现在厉害啊 一看我就猜出了我的想法了 我来就是跟你说山之屋的 我那是想咱山之屋结业的事情 能不能推迟一点 李经理 李经理 我知道客人投诉 这投诉就投诉吧 这都快结业了 几个投诉算什么呀 现在要改朝换代了 人人都喜欢玩新的炫的 可怜我们这山之屋 还是方山的根呢 连同我们这群 被榨干了血肉的老家伙 都跟进垃圾桶了 还怎么叫着呢 不同意结业 我个人觉得 咱们现在结业是不是有点 太仓促了 把你的想法说来听听 我呢 最近在山之屋考察了很久 我发现一共有两个特点 这第一点 咱们的首课比较多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是成功人士 这也是我们山之屋 最大的客户群体之一 第二 咱们很少做宣传 也就是说对外界而言 根本不知道咱们内部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咱们品牌价值很高 现在结业的话 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确实 刚刚韩慕还在提醒我 在这个节骨眼上 要注意博取集团内外的好感度 可是我们之前决定结业的时候 还不知道爸爸有一份 这样的遗嘱啊 现在看来 确实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姐 你就是太强势了 你就得有老韩这样精明的人 帮着你才行 要不然 把你家老韩借我用用 不行 韩慕可是集团的副总 他哪有空啊 那我也需要帮手 我一个人哪能行 你的能耐我知道 累不死你 我这边刚好也有个新的项目 我想把它植入到山之屋 说不定能让山之屋这块金字招牌 价值分配 什么计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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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